局長你看過那部電影叫明天過後嗎 那我最喜歡講的題目 來來來來 我最喜歡講 那怎麼說科學的部分 這個導演事實上是很認真 他拍這部Pants之前 他有問過美國海洋大運總使的海洋學家 那海洋學家告訴他氣候變遷有兩個大的現象 一個就是說氣候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 氣候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 對 就是可以變到很快 但是氣候學家講的一夜之間改變 是大概估計大概三百年 什麼意思 一夜變三百年 它是形容詞 Climate may change overnight 就是這個字 overnight 但是 overnight 它是形容很快 但是氣候學家看了古氣候 時間指數是幾百年到幾千年 但是那個 您聽過 那個導演就說 我電影要拍三百年拍什麼 所以他用好萊塢的方式 Open Line是你講的喔 我沒有錯喔 所以他就演Open Line 所以氣候之間一夜之間改變 冰風暴來襲 對 另外就是全球暖化 會造成那個大西洋的暖流中斷 洋流被改變 洋流被改變 那會造成冰期在臨 這個 那這個冰期在臨這個理論 其實現在美國還很重視喔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美國在2005年的時候 就一個很大的計劃 就是要研究這個機制到底在不在 這個暖流到底增強還是減弱 所以他們原來的時候要花五年的時間把它做出來 那2005嘛 所以2011年我在那邊看 安靜沒有人講 十年後再看沒有 只到2018年真的正式宣布了 的確這個暖流有減弱 是 但是減弱的幅度還不會回到冰河期 是 那NOVA就正式對外宣布 冰河期理論本身不是問題 但是至少在我們可預見的100年之內 不可能發生 他不是挑戰這個理論 因為回到冰河期 你想想看喔 冰河厚度可能是幾千公尺 你嚇死要嚇多久才能夠堆積到幾千公尺 所以冰河建立的時間要很長很長 他融化可能很快 但是要建立時間會很長 那所以NOVA美國那個海洋基大力總使 正式講就是說 在我們可見的未來百年內 是不可能回到冰河期 簡單說你堆不住 堆不住 人堆不住 這幾年的氣候 我們常看新聞講的極端氣候 那你自己在做氣象的研究 你觀察這幾六十年 甚至調較早的資料 幾百年前的資料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氣候真的蠻極端的 我們看氣候 穩定氣候 地球氣候其實靠海洋 因為海洋熱容很大 比較不容易快速變化 所以我們很關心海洋 但是海洋在2013年的時候 在北大 北太平洋 突然間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暖池出來 他們叫做熱斑 熱斑 就是以前的分析沒有看過一個熱海水 那2013年10月出現 結果2014年就創了歷史新高 前九平均氣溫 2014 2015那個現象持續 所以破了2014年的紀錄 那個現象一直持續到2016年 所以我們現在的紀錄最高溫就是2016年 所以海洋一熱起來要回去很難 雖然那個熱斑稍微有降低 但是2019年又出來 所以現在的溫度又高起來 那今年更特別 今年我們一般海溫 大概就是南半球的夏季的時候 溫度會比較高 那現在南半球慢慢進入冬季 我們這邊夏季 我們夏季剛過了 應該是要溫度比較低 結果往下降 結果8月1號是創有紀錄以來 不分月份最高溫 8月1號全球平均溫度破紀錄 所以那個看起來那個溫度曲線 跟過去的平均 那個已經不是說小偏差 是很大的偏差 所以我們的海洋真的開始反應 為什麼叫開始反應 因為我們大概從20多年前開始 我們現在有人造衛星 人造衛星可以看地球往外的輻射的效力 那我們也可以看太陽進來的輻射 扣掉反射部分 到底有多少被地球吸收 那個時候怎麼算 很多科技家 就是很仔細的計算 兩邊就是不平衡 我們地球接收的太陽能量 比它發散的能量要多 對 那能量跑到哪裡去 這可能就是海洋 對 那現在海洋表層的確是整個熱起來了 我們現在我們講說海平面上升 那其實跟那個冰河融化關係還比較小 只要是熱這樣能說 對 因為表層實在是很明顯的熱起來 那現在表層熱起來 當它有一些本來是小的熱 就因為環流改變會有些冷熱變化 本來小小的 那現在變成很大的政府 這個就是解釋為什麼會有那個太平洋 剛剛講那個熱斑出來 是 所以這個因為整個熱起來的時候 以後這熱斑出現機率就會越來越高 那這個熱 海洋一直熱在那裡 我們地球要冷下去就太難了 所以現在看到其實就會一直熱上去 所以 而且會越熱越快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缺水缺到沒有水這件事情 OK 因為水牽涉到人命 所以那個安全係數放得很高 所以我們永遠有一些 譬如說以前的名字叫戰備用水 現在就是一些救命水 那概念是有 那個叫安全係數 那因為水實在太重要 所以安全係數放得很高 如果這邊水用完了還有Plan A、Plan B、Plan C 都會有啦 所以你真的用到最後一滴水 去年差一點點到 喔 當年有這麼嚴重 對 差一點點到 所以 但是過去的話真的就是有些水你就是不能用 所以 很緊張很緊張 因為那些水不能用 所以 可用的水幾乎都用光了 那就會很緊張 所以去年真的差一點用到最後的 本來留著不能用的水 很多不能用的水都用掉了 都用掉了 是 那 今年應該是過關了吧 當然過關了 今天沒有事情 加起來的火熱到這樣 對 我們現在水 支持到明年夏天沒問題了 因為我們說高雄先下大雨 高雄人嘛 每天這樣屁股 你知道嗎 你如果看過去紀錄 都是 機場大雨就滿 水庫就滿 因為我們水庫真的不大 這就是問題所在 水庫就那樣啊 一下就滿了 就不能再裝了 所以水就排到太平洋去了 到台灣海峽去了 就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水不夠 因為存不下來 什麼叫附北極震盪 其實只有北極震盪 北極震盪它有一樣 我們震盪就有高有低 所以有震有負 那叫北極震盪 那北極震盪震的時候 就是冷空氣比較集中在 北極圈裡面 那附北極 當它反向的時候 就是冷空氣從北極圈跑出來 但是有暖空氣跑進去 所以附的時候 就是中緯度就會有冷空氣經過 但不是全部喔 只有一些它經過的地方才會冷 那學術上就只有北極震盪 但是它的相位有震有負 那那一次的時候我在解釋 北極震盪 正向位 負向位的時候 旁邊的記者 就這樣講了 沒有辦法說服記者 什麼是向位 什麼是正向位 什麼向位 好吧 那我就北極震盪 有正有負 正的時候就冷空氣比較集中 負的時候 冷空氣流出來 那一記者就這樣 喔這樣懂了懂了 所以負北極震盪的名字 這是我發明的 喔 那這樣 局長 為什麼會產生負北極震盪 還是它是自然現象 它是自然現象 但是它發生的頻率有在改變 現在的研究 發現它可能真的跟全球暖化有關 有兩種原因 一種就是暖化的時候 局勢暖化比較快 那次大地方暖化比較慢 那等於就是 冷的地方暖的比較快 因為它太冷 所以反應比較明顯 對對對 其實散熱比較不容易 是 那所以 溫度梯度變低 西風會減弱 西風 我們中緯度的西風減弱 就比較容易有南北運動 南北運動這個政府大 就是負北極震盪 政府小就是北極震盪 是 就是正的 那因為西風減弱 所以比較容易有大震盪 所以就比較容易出現 負北極震盪 是 另外一個原因是 北極熔冰 你冰的冰表面 本來北極圈裡面 大部分冬季都是冰 冰表面你可以零下 很多度都沒問題 但現在冰熔了 在冬季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水 不是冰 水的溫度就在零度到 負氏度之間 不會太低 那在北極 負氏度C 是很熱很熱 在北極負氏度C 是很熱很熱 所以那邊就變成 一個很大的熱源 本來有冰的地方 它沒有熱源 現在冰熔掉了 在冬季剛開始的時候 那邊就多吃一個很大的熱源 很大的熱源 就擾動北極的冷空氣的 本來是安安靜靜 要留在北極圈 就被擾動 鎖在北極圈裡面 對對就被打亂了 所以那個原因 對對也容易讓冷空氣外流 所以兩個原因 都跟全球暖化有關